飛到洗衣機的滾筒裡面 哎呀這洗衣機怎麼弄得這麼厲害啊 哈囉小伙伴們大家好我是超雷霞 今天呢我們要帶大傻的來挑戰滾筒洗衣機 超雷霞這滾筒洗衣機呢有啥奇怪呢是他的滾筒會撞嗎 沒錯啦你只要人飛到滾筒裡面並摧毀他呢就算你牛啊 這還不容易啊那我必須把洗衣機的門撞開啊才能進到滾筒裡面啊 我重新來一遍啊 祝你好運啊我們來看一下大傻的這次起跳哎呀你別緊張嘛 不好意思啊我已經有個錘子了我重新來一遍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大傻現在進行的是第三次的挑戰 這一次呢他開上的是一輛老爺車 穩住穩住啊撞到滾筒的門然後撞開他進到裡面 哎呀呀呀怎麼撞得這麼厲害趕緊停下趕緊停下啊我被轉暈了 哇嘩啊 ШК 哇嘩 老靈小這洗衣機也太囂張了吧你說他把我摧毀就算了 還讓我滾出去 怎麼樣你是要放棄挑戰投降啊 怎麼可能投降啊 這一輪我要開上一輛纏蒸過去撞灑 唉呀我忘記了這個陷阱在dagod 你别激动啊,这难度还挺高的 你必须要躲过陷阱的,然后飞到滚洞里面才行啊 好的,我注意啊,这轮呢,我要开上一辆少雪车 小心前面的陷阱先躲过它 然后加速,抛上滚洞 就花那么一点点,我就要进到里面了 拉萨,你加码进吧,你目前为止那只飞走了一次啊 结果后面那车子还被无尽的给抛出来了 挑战太难了,我得逼开陷阱了 还要进行的飞到洗衣机的滚洞里面啊 然后洗衣机的又离我这么远,你看,我每次就差这么一点点 啊,我后面喷射了都没有 我看,离马桶呢,就差那么一点的距离啊 你给坏一辆带钩子的挖进去 哎,是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就你啦,挖进去,走你啊 给一点面子啊,冲过去啊 走了走了走了,飞起来 哎呀,卡住了 哎,哎,拉开啊,让我走呀 哎,别砍了那么紧啊 好吧,如果失败了 啊 拉啥,别灰心啊,吃鱼线长一芝麻 加油,加油啊 好的,给你力啊 车车的飞到洗衣机的滚洞里面 我有机会啊,无法车里下来 我进来啊 救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洗衣机 哎呀,我觉得车子飞到滚洞里面的不一定是好吃的 你看,前面那辆车子呢,已经在滚洞里面彻底失去了 动力啊,我觉得中边上把它撞倒就行了 也行啊,反正你都可以试试啊 如果你能把柱子撞倒呢,让洗衣机掉下来也算你成功 好的,那我这一轮呢就换一种战术啊 我开一辆吊车啊,这辆吊车的体积还是挺重的啊 撞它洗衣机下面的柱子呢,应该是没问题的 先躲过陷阱,很好,直接把柱子这边撞破啊 诶诶,有机会有机会啊 这中间的直接往下掉了,这一下 我们来看看柱子的这边是什么情况 哦,直接冲到底下去了 不过洗衣机呢,还是没有掉下来 那这辆呢,我们进去换一辆工程车 我们来看看这辆工程车,能不能撞到柱子啊 走你,冲进来 想跑,门都没有 气死我了,每一次的都是这一个世界害我的好事 大莎,看来你今天想撞毁这个洗衣机呢,是很难的 不然这样吧,我来看一下你的车子呢 能飞到滚洞里面几次啊 可以啊,不就飞到滚洞里面是吧 你看这一下,哎呀,我怎么把门给关起来了 没事啦,反正这门呢,已经被你撞了一个洞啊 关起来了,那你一会儿还更好飞进去 好的,这一轮呢,我开上一辆带机枪的工具车 飞准来了,加速,哦,进去啊,撞了一下 有,不错啊,我现在启动洗衣机,让它转起来 你说啥,又转动吧 我怎么感觉我被你扯了一样啊,车底甲 大莎,如果你把车子呢,全部飞到滚洞里面啊 说不定洗衣机呢,就转不动了 诶,你这么说呢,好像是有道理啊 我们再来放一辆最大的卡车 飞进去,飞进去,哦哦哦,进去了,进去了 哦,车底甲,诶诶,它还会动了 哎呀,我的车身掉下去了,哦,它还是转动了 但是现在没有直接转得那么快了 好吧,我们这次的挑战呢,是想把洗衣机给撞到 结果所有的车辆呢,都被洗衣机的滚洞里面洗了一遍啊 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是车底甲,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